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5月4日 今天上一场节目,遗忘了一个重要内容,也就是人民日报今天刊登一篇文章 他佐证了我刚才讲的,也就是六四之前,习近平借这个 纪念青年节这个机会,洗脑,生怕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的这些大学生们闹事,一旦闹了一发不可抽手势 就习近平这个掌控权力能力,党内树立这么多,他可不是邓小平,所以他很害怕 人民日报今天发表一篇文章,非常非常重要,中方报告出路 中情局用五种手段,在超过50国策划颜色革命 你看,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他长期以来,从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在世界各地秘密实施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实际进行间谍、气密、窃密活动 国家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360公司 4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披露,中情局在全球各地策划 组织的大量颜色革命 等等等等 这里还介绍美国中情局的情况 美国中情局总部在弗吉尼亚州 下市的情报处、秘密、行动处、科技处、支持处 四个部门 等等等等 他为什么现在忽悠这些东西 就让中国老百姓 生活在恐惧大作 搞不好就给你整个特务的帽子戴上 前几天不是刚刚出台的什么 反间谍法律方面 一些文本 媒体在大势造势 这边又讲到什么 讲到了这个中情局的事 其实就是什么 害怕 六四要来了 如果来场第二次六四就麻烦大了 这次都配合好了 说是这里还举例 无论是2014年乌克兰的颜色革命 中国台湾的太阳化革命 还是07年缅甸的藏红化革命 09年伊朗的绿色革命 等未遂的颜色革命事业都摆脱不了美国 情治 机构的影响 等等等等 你看 这开始又大忽悠了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我估计明后天就六四之前 还会 一系列动作 不光是宣传 搞不好抓人 还会有很多 案件 你打开这个 维权网 你每天都可以看到这方面 好多的案例 中共国在六四即将到来之前 也现在比较危机的情况下 就开始 制造很多的 文字鱼 对那些领寻人物 就开始开抓 你看 内蒙古通辽市 蒙古族维权律师胡宝龙 被羁押半年后 已经获释 这是今天的一条消息 还不错 他获释了 那么 还有 遭警方报复抓捕的 江苏省南通市 维权人士 青叶 你看还有 阴言获罪 记押了三年多的 齐巡 七十多岁老人 北京科技大学退休教授 陈兆志 御宗非常危险 这个还有 这里 这个方斌的处境 这是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还有这个 阴言获罪 一年半的 山西太原公民 顾小成 还有 福建的维权人士 常兆兴 等等等等 你看这多少 讲不完 这就证明了 极大的恐慌 这是一条消息 那么 这个突发事件 刚才讲了 一嘴 因为这个消息是刚看到的 也就是 四川省 内斗应非常激烈 这个省 在古林这个地方 大村镇 高山村 重大行事 恶行行事案件 但中共现在 只披露了这么直言骗语 没有讲什么原因 警方搜捕中的信息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 疯狂网报道 古林县公安局在4月28号发布悬赏通告 网传视频显示 多名民警牵着警权 大栏楼 在一个驾校附近搜查 不时传来狗叫的声音 驾校旁跟马路间便停了警车 疑似对周边民宅进行搜查 现在蒋子已经抓到了 5月4号 当地警方向肖像时报记者披露的 嫌疑人当天落网 被害是一位女性 但他不讲的女性是谁 有没有可能是当官的 或者老板 警方发布通告 这是 通告上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照片 你看当时还没抓着吗 你看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疯狂网 疯狂网今天 发的消息 他把这个称为重大行事案件 这说明这个背景很深 是 2023年4月27号19点半 19点30 四川省古林县大村镇 高山村四祖 也就在这个叫阳山沟的地方 这个男的作案的人呢 是叫陈林 23岁 身高1米58 体态偏胖 等等 说他是穿的什么衣服啊 要抓着给了1万元奖励 对举报人进行保密 5月4号 肖乡 智电 这个派出所 工作人员已经抓了 年龄不详 说被害者是为女性 他却不披露这个女性叫什么 什么背景 很简单 这肯定这个女的不是一般的 背景 现在不清楚 到底 怎么回事啊 过几天才能看到这方面的消息 那么今天 还有更多的新闻 我们来看看 这个更重要的新闻 也就是什么呢 这个 科里姆林宫 遇袭这个事 可是大事 搞不好 这是 梅杰梅耶夫已经讲了 梅杰梅耶夫 就是普京的助手 他说要对 泽林斯基下手 而泽林斯基就跑到 荷兰去了 这个有意思 还去参加一些会 先向芬兰 参加北欧峰会 然后到荷兰 那么刚才看到了 新的消息了 这个 泽林斯基呼吁设立审判侵略罪 特别法庭 这是一个 法广 比刚才那消息 稍迟又发了一条消息 你看 这是法广这条消息 这个消息因为法广更新的很比较快 因为他非常准确 他讲 法新社5月4号发自海牙的消息 乌克兰总统 泽林斯基访问了设在荷兰的国际刑事法院后 在海牙向外交官和其他 官员发表讲话 他提到俄罗斯入军 乌克兰指出俄罗斯的侵略是邪恶的开始 应该追究这一侵略罪行的责任 但这只是由法院来完成 这似乎的暗示他不承认 他已经不承认 就说否认了是他们搞的空隙 将来他的问题是要用法律来解决 泽林斯基总统拒绝了其他国家正在考虑设立一个什么混合法院的想法 他说法律必须从无发挥作用 以确保正义得到伸张 他反对混合性 有罪不乏的想法 那么美国在3月份宣布 设立一个特别法庭来审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 支持该法庭拥有国际资金和人员 但主张扎根于乌克兰的司法系统 那这意思是不是加拿入审判的这些人员 法官应该是乌克兰的法官 是不是 是国际刑事法院 支持下的 说法新社国际刑事法院成立在2002年 旨在审判世界上最严重的罪行 但他没有权利对 俄罗斯区内的罪行进行审判 因为俄罗斯不是 罗马归约的切属国 他这篇文章讲的 他说法国的文章讲 说当该法院在今年3月对俄罗斯总统 普京发出逮捕令 罪名是在冲突中非法脅迫 迁移乌克兰儿童的战争罪 说今天突访荷兰海牙的 泽林斯基发表了TV 没有乌克兰的正义就没有和平的演讲 荷兰外交大臣叫沃普克 在场 荷兰外长表示 今天是荷兰二战 遇南日纪念日 明天是荷兰的解放日 他对荷兰总统 泽林斯基在此刻到访 表示欢迎 在上节目 已经给大家讲到了 这个 韩正是跟辟从了 是吧 也跟得来了 这习近平的指示 是吧 也就是习近平想充当 和平的使者 在吓忽悠 其实他不具备 协调这个 恶务战争的 最起码的条件 你 你协调的人 必须是中立 他是什么 在这个 冬奥会上 是给了普京一个大蛋糕 我给了他一笔钱 10年的大合同 买的天然气和石油 他有的钱 他在打仗 而是他 他跟普京上次见面 还竟然在这法庭 列他 通缺犯的情况下去 给他打气 走的时候还讲 世界大变局 这样一个 一个人 他怎么可能让他当 协调 胡扯 所以这个 泽林斯基在这讲是 花外 有印 就是 花里有花 那意思 就是你 这个 将来解决这个问题 还在什么靠法院 法律惩罚 那么 法广这篇文章讲说 在国际刑事法院 发表演讲之前 乌克兰总统 曾林斯基 深着 惯常的 绿色衣服 他总穿那么一件 衣服 一般在社交场合 很少穿着 但是他就这么奇特 身旁是几名 身穿战斗服的 团队成员 受到国际刑事法院院长 比奥特 和其他高居官的 欢迎 就这个法院 普京根本瞧不起 上一次不是 普京不讲了吗 梅杰梅夫都讲了 你们 做出这个判决 你们的 台台 看个天空 有没有飞弹 朝你们飞来 非常狂妄 根本不理他 胡子 说法刑事 看到现场移民的 乌克兰女孩 与两名家长来到 国际刑事法院院 观看欢迎一世 这位12岁的 名叫 刺拉塔的女孩 对法刑事 记者讲 看到泽林斯基 太激动了 我希望他能进去告诉他们 这场战争 必须停止 同时呢 他的一位亲戚 被他 给他擦了脸上 流下的泪水 因为这个 发广 他这是个 记者写的一个新闻特写 特写 很有特点 其实这些 年轻的记者 一般都是 大学 专科毕业的 专门学习新闻毕业的 因为我见过他们 这些人 他们的 整体素质比较好 说自 自2022年2月 俄罗斯 陆群乌克兰以来 荷兰一直支持 乌克兰反抗 群裏 荷兰外奥大臣 霍克斯特说呢 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 他承诺 荷兰对 乌克兰的支持 就要持续到 你们庆祝自己解放日 哪一天 这多么灵灵孤舞 你别看荷兰这小国 厉害 他有光刻机 他不给中共光刻机 中共就卸菜了 另外我听说这个国家 我没去过 听说这个国家就是那个 鲜花遍地 说地势特别低 在荷兰 我有个朋友 在大利日报有个朋友 他现在在这种 就是种鲜花 也不知道这个 他能不能看到我的视频 看视频的话 将来有机会来多人多 我请你喝的一杯酒 那么我们再看看 更多的消息 也就到底谁袭击了 克里姆林雍 我看到很多的评论 给大家介绍一个 有代表性的一篇 他说到底谁攻击 克里姆林雍 看点 看普京会不会做这事 心头壳报道 这里还引用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有意思 你看 就普京戴个大眼镜 戴个大墨镜 正在什么 看世界的大变局 和西兵两个一起看 说 俄罗斯 克里姆林雍 遭遇期之后 国际上想到 第一个问题 虽干 说目前 莫斯科指控乌克兰 乌克兰否认此事 美国方面更是表示 事先不知情 美国假装不知情 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甚至怀疑这是俄罗斯 总统普京自导自言的假期行为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这么几个 可能性 对不对 一个是乌克兰干的 一个是美国干的 一个是 他自导的 一个是 普京手下 他统治下的一些 对他不满人搞的 现在不太清楚 他说目前 莫斯科指控着俄罗斯 说对此 中国军事专栏 一个东城记 发表了观点 我们看他怎么讲 他说 袭击克里姆林肯 无人机残海 已经落在了俄罗斯人的手里 只要调查 无人机使用的电子零件 和存储咨询 就是你有证据在 他看就知道了 就能大致判断 无人机来自哪里 是否与乌克兰有关 东城记认为 使用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肯 如果是乌克兰人干的 就有证据落到了俄罗斯手里的风险 就因此遭到 报复的风险 这在目前阶段下 是得不伤识的 乌克兰也不怕报复 狂轰烂灶到这个程度了 他管这个东西 是吧 东城记 进一步说呢 如果莫斯科没有公布 无人机残海的调查细节 那就是俄罗斯人自己干 他假议有一定道理 是吧 他说东城记认为 说不过另一个中国的 军事专 转轮 叫军机图 则认为呢 俄国自倒自演的可能性不大 是因为 俄罗斯马上就要进行 胜利日的阅兵了 这个时候自己炸自己 完全没有什么意义 而且 俄罗斯想要炸乌克兰 难道还需要理由 县城的理由已经够多了 这是一种观点 我们 偏听则案 监听则明 他军机图列举了三点 依据 第一啊 这次 克里姆林宫遭遇袭击啊 对不起啊 感冒了看着 这个时候的 泽林斯基 凑巧去了 荷兰 所以啊 大胆想象 这还 这还可能不是 乌克兰前线部的随位 韩正有可能经过基辅的授权 但是意思 这个 泽林斯基策划 故意让 芬兰去访问了 就忽悠啊 就这个意思 如果真是这样 那俄罗斯轰炸基辅高层系统可能成为下一个报复目标啊 其实没有这个事 他一样 普京的走偏的轰炸 普京现在走不回去了 就 只有干到底了 一个或者是死 或者是活 或者是世界大变局 他和习近平俩统治世界 喝了他就完蛋了 说不定习近平最后把他抛弃也很难讲啊 他说 这个 不过从影片看 这次袭击行动 目标似乎不是普京 而是插在克林姆林上面的俄罗斯国旗 所以俄罗斯不可能自导自眼去炸自己的国旗 如果自导自眼 炸一些屋子就可以了 第二呢 这架无人机显然是带了弹药 不过这种小型体积的无人机 也别指望他能够带多少燃料 如果只靠 无人机自己带那点燃料 不至于炸成这个样子 他说所以 虽然科工说成是自己 击毁的 但从这个画面看啊 这可不像是被击毁的 极有可能是引爆 目标就是国旗 这种小摩托拦截难度的的确高 这种小摩托 他把他听的小摩托 而且呢 深夜降临 俄局没有发现 也在清理当中啊 那么他给这个有个图片 他就这个东西 这次袭击他就这么 做这么一个家门事啊 你长的样子还挺可爱 是不是 胖胖了 又得像那个海豚似的 第三 这次袭击啊 是对俄罗斯的一种警告 乌军显然也知道 如果真的攻击了 科工的危险性 有多大 到目前为止啊 俄罗斯都没有对 高层进行轰炸行为 乌克兰率先对科工进行轰炸 有点反客卫主的感觉 感觉啊 说俄罗斯怎么可能轻易饶了这个乌克兰 的确 你看以前那么多的政要都坐火车 八个小时来回来回 二八一十六 你想 人家二十个小时 咕噜咕噜 俄罗斯没有炸 俄罗斯在这一点上啊 给我感觉还有一点底线 他不敢 你包括 泽勒斯基也是啊 那火车坐来坐去的 拜登也是啊 说不过这一次 俄罗斯肯定明白一个道理了 乌克兰不仅具备攻击 俄的能力 而且具备攻击科工的能力 那就是普京更应该动躲西场了 是吧 习近平更害怕了 我的天 你这些乌军机就到天安门 我就完了 不定哪天我就拜拜了 所以习近平最害怕是习近平啊 难怪习近平这两天 这个国业系统都不让他露面了 他就担心身边有两面人 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虽然乌克兰没有核武器 但是这些小型乌人机形成风群 完全能够对目 关键目标形成一定的威胁 尤其是随着战争 胜利阅兵日的到来 俄罗斯的确要点亮点亮 自己有没有能力完全 摧毁这个乌军的来袭的乌人机 如果阅兵日被乌人机给轰炸 俄罗斯可能就要在全世界面前丢颜面了 你看 他这里还有一张图片啊 说这个就是 乌克兰的这个 叫什么 这个 乌人机部队 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这个照片 你看 摆在这放就乌人机 乌人机这个东西是挺麻烦的 因为上面他没有人在上面 所以炸了就炸了 毁了就毁了 无所谓 你看 再有一张图 我觉得这篇文章 分析的就是好像 有点道理 我们再来看看更多的消息 现在是什么 中美关系 是一个很大的 看点 那下一步 这个有可能 这个 布林肯会访问中国 这是美国资金刚刚 披露更条 另一条消息 题目是 布林肯说 对今年访问中国抱有希望 你看就有意思 他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星期三 5月3号在参加华盛顿邮报 主办的一个活动上讲 他对在今年 重新安排 此前被推迟中国之行 抱有希望 他说 世界各国不仅对华盛顿 也对北京发出了要求 两国负责任 处理中美关系的信号 布林肯在谈到 中国在 俄乌战争中 调停作用的时候 讲 习近平 对乌克兰总统 泽林斯基 乌克兰总统 泽林斯基 的通话 是一个积极的进展 他现在开始 肯定了 所以今天疯狂网 一天文章也讲的事 他说 但乌克兰的和平取决于俄罗斯总统 普京 而且目前没有看到他和 普京 决议和平 和平 目前没有看到 普京决议和平 布林肯 国务卿 是星期三 在世界新闻自由日 在自由日 拜登发表了 讲话 布林肯发表讲话 挺有意思的 主办的一个现场对话 是被问到 是否对在今年安排 被推迟的访华 抱有希望 就你还去不去中国了 其实中美现在就是 很有 已经给我感觉 很挣扎 一方面想 彻底给他断了 就开盖 一方面觉得 这个十字无二 其实可惜 这么多年 互相做贸易 你总有我 什么有你 经济还需要 所以在这就纠结 华尔街的老板们还想勾兑 还想赚钱 我是抱有希望 我认为这很重要 正如拜登总统去年底在巴厘岛和习近平见面说的那样 我们要在各级别和各个政府的范围里 重建正常的沟通途径 他就这样讲的 说布林肯原本是在二月初访华 都走到了家门口了 说到南韩了 就因为这个气球的事 军方搅决 习近平给习近平气坏了 我估计 就军反习的人很多 在党内军内当中 都玩他 实际上 说单在发生了中国的高空 政策气球飞越美国领空后 这次访问就推迟了 到目前为止 双方没有就他核实访华做事安排 英国金融时报今天4月报道讲 中国拒绝让布林肯防卫北京 担心在访华期间 联邦调查局会公布 有关被击落了中国政策气球的报告 就这个报告现在还没公布呢 但公布以后更麻烦 说报道引述4名知情人 这话讲 中国警告美国 在他目前傻不清楚 拜登政府会如何处理这份报告的时候 不准备重新安排 布林肯2月份取消的访华行程 说布林肯的这番表态反映了专家们认为的 美中关系解冻的迹象 包括美中高级官员最近在北京的会晤 以及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计划最早在今年夏天 恢复在中国的检查工作 说星期三晚些时候呢 国务院副发言人 叫帕特告诉记者 他不会就布林肯 核实访华的提问提供 指标和评估 就现在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 能这个 关键都在习近平 就习近平的心情是咋样 现在全世界都在看习近平 习近平给全世界质疑的方向 现在 你看看习近平现在都变成 讲句话都变成金句了 大金块的 啪掉地 到处闪亮 星期三晚些时候 国务院副发言人就这么解释 一天前 美国驻中国大使 伯恩斯 对中国高级官员缺乏接触 表示失望了 伯恩斯星期二在 华盛顿 史提森中心组织的活动中讲 我们认为 我们美国政府的所有人 包括我们的内阁成员 接触途径 在过去一年确实起伏不定 有一段时间 我现在想起来是在夏天 我们有很多接触途径 来回的沟通很多 就现在没有这共途径 伯恩斯 于4月20号会晤了 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 这是自布林肯 2月 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 和这个 王毅会 他以来 美国和中国官员在北京举行的 最高级别的会 他这篇文章讲 美国最近的文章讲 前 中央情报局的高级 中国 事务分析师 现任乔治成大学 亚洲研究助理教授 叫威德宁说呢 借以双边关系的紧张状态 习近平几乎肯定要 亲自批准 伯恩斯与刘建超 之间的会晤 说 威德宁 星期三接受 记者采访 美国最近采访 他说 他和伯恩斯的会面是既不寻常 这表明了 北京愿意 把与他的互动升级到 与外交部 之上的 党内的高层 与此同时 他说 国会批评人士 敦付 敦送美 美国官员 不要和北京 为了会谈 会谈 来自天纳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 比尔 他说呢 我不愿看到的是 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中国共产党向我们提出要求的经历 而我们以某种方式同意这些要求 只是为了 获得某种形式对北京高层访问和拍照的机会 他这个意思是不是讲这个 布林肯这些人拜登的作秀 是不是这个意思 说这这篇文章讲 他说 布林肯说呢 需要给美中关系设立底线 加强护栏 就意思 竞争可以 闹大嘴上也可以 但是不要公开开口打起来 说都不愿意打仗 因为和平多好 对不对 这个和平可以赚钱 当官可以继续当官 你要打起仗就不一定了 说布林肯讲美国正在与中国竞争 这不是什么秘密 但美国有强烈的意愿要确保 这个竞争不演兵成冲突 这个美国斯金这个文章 应该讲是非常的准确确切了 世界各国发出明确的 信号 布林肯讲 我要我们负责任的管理 这种关系 不仅要求我们 而且要求北京啊 这要从接触开始 沟通开始 从力图确保 不会陷入冲突开始 如果在某些领域 我们可以合作 因为这符合我们的人民 世界人民的利益 那更好 但至少 我们需要给这个关系 设个底线 就设一个加护栏 就是 互相之间争斗啊 到最后别人就是说 真正的 叮当叮当 打起来 习近平也怕打仗 说他们找到共同点了 我们需要给他加 加装一些护栏 要做到这一点的办法 就通过接触 就双方有一个管道在沟通 那么这个这篇 这篇美国之音这篇文章讲 他说布林肯 在与华盛顿邮报 专栏作家大卫 对话中还被问到原则上 如何看待美中在未来某个时刻 共同努力寻求 给乌克兰战争找到一个稳定结果 就是会不会在 促进乌克兰合作 俄乌合作 乌克兰战争结束的问题上 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找到一个对接点 布林肯讲 原则上这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我们有一个国家 无论是中国 还是其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 准备追求 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我们将对此表示欢迎 中国当然有可能在这方发挥作用 这将非常有意 你看他竟认为 中共国可以参与 这个和所谓和平的忽悠 大忽悠 他就讲到中国最近提出有关 乌克兰的12点 12点 他说是积极的 但他从事任何和平提 需要从几个基本点开始 贼林斯基也和习近平也同化了 首先要清楚的了解 在这个情况下 有一个受害者和一个 侵略者 这两个位置之间没有道德上的对等 我不能不说 直到最近 还不清楚 中国是否接受的基本原则 就是中国没有明确的谴责 俄罗斯 这最大的问题 战争的性质不一样 对吧 贼林斯基也讲了 但是 贼林斯基跟习近平 同化这个意思 我看 以我来看 就他保证什么 就是 一个是习近平反对这个 核武器 就是核战 这一点确实好 因为打起核战不麻烦吗 对不对 这个就是说 另外呢 眼下 别就是 促成习近平 就是说走篇 就是用 给这个 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 泽林斯基考译 因为他一旦支持武器 那麻烦了 你这个战局就复杂化了 对吧 搞不好北约介入世界大战爆发了 泽林斯基讲 布林肯讲 这是一件积极的事情 因为至关重要的是 中国和其他一直在寻求推动 和平的国家 听取受害者的意见 而不仅仅是趋劣者的意见 他讲到 西方以再拒绝认可 中国的12点 其建议 理由是将承认 俄罗斯 占领的群战的领土 包括14年非法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 2022年2月入群 以来夺取的更多土地 布林肯提到 第二点就是 任何和平 必须是公正和持久 公正是指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必须基本上反映 联合现账的核心原则 他不能认可 俄罗斯占领 无可能打遍土地 持久指的是 和平计划不能使 俄罗斯有喘息的机会 从整兵力 在一年半载后 重新发起攻击 他的意思就是 还要打下去 让他赶出克里米亚 和乌东这个地区以后 你才能停止 而不是说现在停止 停止以后让他喘一口气 再重新再 捐土重来 他怕这个 他说原则上讲任何国家 尤其像中国这样具有影响力的国家 如果愿意在 努力实现和平方面发挥作用 将是好事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俄罗斯总统普京 你看他这讲中国 他是讲 如果 愿意在 努力和平 他也不认为中共是真心的 对吧 说他从根本上 要从 普京实际做出那个根本决定开始 我们还没有看到 零证据表明 俄罗斯准备进行有意义的外交 相反 在过去一周我们再次看到了针对乌克兰 平民的可怕 袭击不令人家 也就 习近平和 泽林斯基通完电话以后 并没有效果 普京 仍然在狂轰烂炸 你看现在每天都在炸 对不对 那么 美国之音文章最后讲 他说 他提到一个可怕的事例 即一位住在公寓里的父亲 袭击发生后 打开孩子房间的门 发现房间不在了 孩子也不见了 他说 普京和俄罗斯的心态 必须发生一些深刻的改变 才能进行有意义的外交 就是普京 你必须停手 现在没有 说在伊格纳修斯与布林肯 刚刚开始对话的时候 两名举着标语派的抗议者走向讲态了 高喊要求释放 目前能在关押的危机解密网站 创始人 阿桑奇 阿桑奇现在别人都给他忘了 因为现在关心大事 人们都是这样 在记忆方面 人们往往都是见一丝钱 说他们随后被保安人 被人强行拉下台 美国资金这篇文章写得很好 利亚发表的 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其实我认为非常重要 等到下个节目再给大家介绍 还有另外的更重要的文章 现在美国的经济 开始出现了很好的迹象 美国就业市场火爆 现在美国找工作太容易了 所以说4月 就业人数仍然有超过预期 ADP写似的 等到下个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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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